昨天這個Politico 這個雜誌丟了一些消息 那表示這件事情也很多人反對 就是到底要這樣 因為總共關稅是3700億 那上次 美國貿易代表署已經 召開聽證會然後豁免的一些企業 那大概豁免了352項 然後 這352項如果 不算 那這次可以額外再 豁免多少關稅 那有人說起碼要有1000億吧 那哪有什麼意義呢 那現在有一些 因為消費者跟工人的利益不一定一致 有一些企業那個勞工就怕他會衝擊 會失業 所以有一些非民生用品的比如說 鋼鐵業 鋁業 已經出來說了 說不可以這樣 啊 所以現在大家就在想說那所謂民生用品的部分你要降多少 結果 Politico昨天竟然公佈一個數字讓大家都快要昏倒了 又是民調嗎 他說可能一開始先 減個100億吧 那100億 乾脆不用減了 毫無意義 而且Politico他是分成三塊 他說第一個是 一時一時減個100億 那第二個就是那352項 看有沒有額外的企業要再加入 這個 就是 戴琪在重啟這個程序 這是第二招 那重啟這個程序意思就是不用拜登做決定 那是企業自己來申請 那第三個更要命 他說 還是要針對 中國補貼的企業加稅 有減有加 對 有減有加 那所謂補貼的行業當然就是半導體跟面板之類的 那如果Politico提了這個方案 是拜登政府裡面 有一群人啊 堅持的方案 那 拜登就是一個無能總統 你現在才知道 早就知道了啦 事實上今天 那個共和黨有一個很有名的選舉的模式啦 叫 卡爾康夫 他就寫了一篇文章說 拜登連續做錯六件事 他最嚴重的問題就是他否定 對他不利的一個現狀 他都否定 比如說明明去年就有通膨 他否定 阿富汗撤軍撤得很糟糕 他也否定 那現在 這個貿易戰該處理的 然後他也不認為這個很急 他這個人就是有猶豫不決的問題 就你 你對現狀對你不利你就否定 然後都講相反的話 比如說經濟也很光明啊 自我催眠 然後阿富汗撤軍是 偉大的勝利啊 這一種都是這種語言嘛 那你如果這麼自我感覺良好 那人家也懶得跟你講話了啦 因為你去想一想嘛 這麼重大的決策還有 比如說美國競爭法 那有關那個晶片法案 那個早就該過了吧 你怎麼會拖到現在 那為什麼會拖到現在 因為他把晶片法案包在美國競爭法裡面 那美國競爭法有三千頁 一個法案這麼大 那當然就是 中議員把很多東西都插進來嘛 那裡面就有民主黨自己 坦白講就是綁裝的法案嘛 比如說 貿易戰受到侵害的勞工要給予補貼 這種東西共和黨怎麼可能支持啊 然後比如說付人稅 他也要插在裡面 或者說這個 要價 要價 要定一個上限 意思就是說不能太貴啦 你要這樣搞沒有一個法案會過啦 你晶片法案就獨立 那早就過啦 結果到現在晶片法案還沒過 就是大家在等那個補貼 那個金額總共520億 你居然可以把這種事情處理成這樣 你又認為美國的半導體 趕快Made in America很重要對不對 然後提出520億的補貼 而且朝一兩黨都沒有意見 你為什麼不獨立立法呢 他居然包在裡面 他想要夾帶其他一起過關 然後就是說你們支持晶片 你們這個都要一起過 就是這樣嘛 那結果現在 共和黨參議院的少數黨的主席 Maconel 就對著幹啊 說你們今天要過是不是 那我這個一定要過 就變成這樣嘛 結果現在七八月 國會就要休會了嘛 你剛好都不要玩了 就什麼都沒過 對對 那你就看到這個人真的是 我真的沒有看過這樣的美國總統 因為我 我復休是美國政治 沒有看過這麼無能的總統 我說實在話啦 就已經當了一年半呢 你這種很 很明顯的國內有分歧 可是必須處理的議題 你自己都不敢拍板 那你是在當什麼總統啊 比如說我們講 要不要加關稅 這種絕對有兩種意見的 那晶片法這個是補貼 晶片補貼是 沒有人反對 那對美國又很重要 你竟然用這種方式處理 讓他繼續卡著 那這個還 還服復合言 緊急而重要的要先處理 緊急的又要比 只有重要的要先處理 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 是啊 然後他把那個 緊急的還有對個別人重要的 通通都混在一起啊 就這樣啊 不過這代表說假設你剛才說 Politico三個方案啊 是這樣子的一個 ABC三種的話 那基本上 就是有人反對葉倫嘛 那葉倫跟劉鶴這通電話根本就 沒什麼好談啊 而且大家都知道是誰嘛 就是戴琪加蘇利文嘛 戴琪跟蘇利文就是鷹派 那他們就是認為說 你中國如果豁免的關稅 那我們那個IPEF 印太經濟教育不是白玩了嗎 因為你 你就是有一個中國關稅卡在那裡 那這些東南亞來玩IPEF才有 可能嘛 那你如果關稅都減了 人家就回去玩中國市場就好了嘛 你知道我意思 所以 Kurt Campbell 蘇利文還有戴琪 基本上就認為說 你讓那個印太經濟教育走一走吧 你現在就要處理這個嗎 這個就是戰略的混亂 就是IPEF保衛戰 反正就是你現在降中國關稅 IPEF的效果一定會非常差 這幾乎可以理解 因為每一個國家一定有優先序列 那如果中國市場不再被用關稅 加碼 來造成他競爭力比較差 那很多人就去投產中國 不是嗎 你這一方面 在這個討論降關稅的問題 另外一方面呢 又計劃擴大對中國的出口進行科技管制 因為 美國的鷹派還是覺得這一波對俄羅斯的 科技制裁是很有效 這個就是二級制裁的名單 就是說他又認定有六家中國的企業賣給俄羅斯東西 那 他如果要這樣搞會沒完沒了 因為中國未來 跟俄羅斯做貿易的企業一定會越來越多 因為 有48國 制裁俄羅斯 那這些企業在 可見的未來都不敢回去 也不敢跟俄羅斯做貿易 那俄羅斯一定要找替代品 比如說最近就傳出那個 他的民航機的零組件 那中國決定賣給他 那 這個表面上 美國當然可以說這個非常敏感 因為民航機的零組件 有一些可以轉為軍機使用 可是問題是 俄羅斯的民航機真的沒有零組件 那他有一些是空八 那中國當然有空八的零組件 那就 他就決定要賣給俄羅斯 那因為他最近又跟空八簽了另外一個案子 所以手上的零組件是很充裕 那因為 空八就不能賣給他嘛 只有法國 德國不能賣嘛 那怎麼辦呢 你總不能讓人家停飛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類似這種案啦 那你要說你這樣就要對 中國那家 飛機零組件的公司做出國管制嗎 那你認為中國會屈服嗎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我知道對他管制他不會屈服 他可以繼續擴大這些 管制的範圍跟名單 那就通通都不用談了 那中國也可以 繼續玩他自己的遊戲嘛 比如說我就不買播音嘛 因為目前這個空八這個是四年的案子 雖然播音 損失重大啦 我簡單講一下啦 因為去年播音的營業額只有622億 美元啊 那空八這個案子是372億 如果分四年 那一年大概就是 接近九十幾億嘛 九十幾億等於是 是播音一年的15%的營業額 那而且中國 中國畢竟是個大國 他如果做大動作也會連動到其他國家的行動 比如說 那個 A320 NEO 他可能就總體生產成本下降啊 那有一些小國就更買得起啊 所以我估計對播音的傷害大概就是營業的20% 一年喔 15%是直接的 對是中國直接的 那會連動的 可能還5%嘛對不對 因為中國上次 自己跳出來說 MAX MAX737他要停飛 就有別的國家跟進啊 是同一種效果啦 那你播音撐得下去嗎 你播音未來四年 如果已經確定沒有沒有訂單嘛對不對 沒有中國訂單啦 那中國如果下一波還繼續買空八呢 你受得了嗎 就是美國可能要考慮這種問題啦 就是你制裁中國中國有更多的工具製裁你的企業 中國其實波音跟空八這個case啊 是中國開始展示他的市場的制裁力量 因為以前他的市場的制裁力量對美國沒有那麼直接過 這是第一個case 那以後他也可以開始把大豆啊 開始轉到俄羅斯去種啊 轉到巴西去種啊 對不對 甚至轉到巴拉圭啊之類的 然後 那 還有能源嘛 能源採購他現在東北又要再拉一條俄羅斯的嘛 我的意思就是說他開始展現他的市場的力量嘛 那我請問你那個美國多餘的產能你要賣給誰啊 因為沒有人有這樣的大位嘛 就即使印度願意跟你買 其實坦白說那些都太遠了啦 就是對印度來講能源跟糧食 他當然就近買嘛 運費比較便宜嘛 這個又有地緣政治的問題 可是就很不幸的就是說 人口密集的國家都在亞洲啊 對不對都距離你美國很遠啊 就是問題在這兒啊 所以 我覺得美國自己要想清楚啦 如果說你連這個都想不清楚 他之間的利害關係啊 而只是一個意氣之爭啦 說啊你違反我的制裁令啊 那我就一路封 封到最後大概 坦白講中國的居民企業大概全部都被封了啦 那現在他又進一步封 所謂二級制裁嘛 你怎麼可以跟俄羅斯做生意 那我跟你講未來中國跟俄羅斯做生意的企業可多啦 因為俄羅斯現在很明顯 沒有中國跟印度活不下去嘛 尤其是中國 因為他的民生用品一時之間都 大家都停啊 沒有辦法交易啊 怎麼辦啊 比如說德國汽車不能賣啊 那怎麼辦 那俄羅斯 自己做的車 不夠用或不夠好 只好跟中國買車啊不然怎麼辦 這很現實啊 所以中國可能會因為這樣撿到便宜啦 那中國怎麼可能放棄這種機會 除了軍需物資之外啦 就是說他不會去賣武器啦 那或者是一個敏感科技啦 其他他怎麼可能不做 一定做的啦 所以這個制裁二級制裁名單可能會無限一直延長 延長到整個中美之間的貿易可能必須要中斷 對啊比如說中國的汽車啊 新人員汽車要賣俄羅斯啊 你要不要管是 這個毫無敏感性嘛 因為中國 汽車已經賣到全世界啦 連歐洲都一大堆 歐洲國家都已經買了 就是比較中低階的 比較便宜的 都買中國車啦 那他要賣給俄羅斯 連這個都有事啊 就制裁不完 是啊 那你要這樣搞 那中國當然相應 也來制裁你嘛 那你這樣美國經濟就更慘 就是這樣 好